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不同基金会的一些实践 首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有着超过10年的在开源领域的一个开发者贡献者 那同时我现在是Apaq基金会的Member 也是HadoopOzoneSummering等项目的PMC和Committer 同时我最超过超过5个这样孵化项目 是这个孵化项目的导师 同时我是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技术委员会的主席 以及是LFAI and Data基金会的董事 首先因为我的整体的这个题目是社区域代码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社区 那对于很多开发者而言 社区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概念 好像忽远忽近 那什么是社区呢 首先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对于开源项目而言 我们在社区里面通常有两种比较重要的这个角色 那这两种重要的角色呢 是一个是用户 一个是贡献者 那用户者用户呢 就是说这个开源项目的实际的使用的人 那么贡献者呢是为这个开源项目 做出各种各样贡献的人 不仅限于代码 对吧 可能还是为了这个社区去布道 可能是他对这个文档做了贡献 或者对这个问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有一些讨论和研讨 包括给出了一些设计等等 那在这个这样一个社区的模型里面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分层的一个模型 那对于一个开源项目而言 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的这个用户群 然后首先这个目标用户 可能就构成了这个社区的一部分 那同样呢 有一部分的用户啊 实际上会把这个开源项目啊 用在实际的生产当中 那这个我们认为是production user 那这里面的用户有一部分啊 实际在使用的时候会发现问题 然后他把这些问题呢提出来啊 以bug 以issue的形式 爆出来 那么这就是提issue的user 那还有一些的这个用户呢 他自己他有相应的一些能力 就是说去动手啊解决问题 那么他们就会产生一些代码 和包括一些bugfix 他把这些代码和bugfix 提交到社区回馈给社区 那这样呢 他就成为了这个代码的贡献者 那还有一些啊 频繁提交的这个代码的贡献者 逐渐逐渐融入了这个社区 那成为这个社区的核心贡献者 我们一般成为啊 类似于committer或者是maintainer 这样的角色 那么正常来说 一个社区是由这样一个层次化的组成构建 那每一定的每一个层次 可能都有一定的比例啊 比如说一个很大的一个用户 呃 用户的一个基数 那他会产生相应比较庞大的一个贡献者的这个基数 如果这个社区运转正常啊 或者比较健康的话 他整个的基数对吧 这样的每一层的啊 这个角色都会有一定的这个转化的关系 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啊 在开源里我们定义的社区 那实际上他指的是一个健康的生态 是由用户和贡献者所组成的一个生态 完全是由这个项目啊 或者说这个代码啊 来关联的一个用户的生态 那么了解了这个社区啊 了解了社区是什么 那我们再看看 回过头来看一看社区 社区优余代码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里面呢 我引用了阿帕奇基金会 这个主页上的关于阿帕奇卫的啊 这样一段话 那他主要的精髓呢 是说一个strong 一个好的强大的社区啊 总是能找到办法 对吧 来去修复代码中的问题 而一个不是 不是非常健康的一个社区 总是啊 非常纠结 或者或者在纠缠于 对吧 这个想去 支撑一个代码 用一个想去 用一个 可以 可以支持的 可以长期维护的一个方法 就是 好的 换句话说 一个好的社区 总是很轻易的 轻松的解决 代码中的问题 而一个很 呃 反之一个不健康的社区 是非常难 去让这些代码 进行一个维护的 换句话说 代码背后的人 比代码本身更重要 这是一个 对于 社区优异代码的 一个清晰的解释 当然 还有很多 嗯 其他的这种说法 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那么 为什么 呃 我们一般 呃 来说这个社区优异代码 其实在 很多很多 开源的场合 我们都 一直在提 community over code 甚至这句话 感觉都已经快成为了 开源的 啊 第一性的一个原理 那我觉得这里面可以看看 他背后的一个几点原因 那第一个 首先 我们认为代码是一个 啊 某种程度是一个作品 它是一个继承的一个事实 而community呢 更多的是人 刚才说到了 不同的角色 啊 在这个community里面 在这个社区里面啊 组成的一个联合体 那 作品重要呢 还是作品背后的人重要呢 首先可能认为 肯定是认为啊 人更 嗯更重要 这是一种 人本主义的精神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作品啊 代码 它是一个作品 它意味着静态的 代码本身不会发生变化 只有 写代码的人会不断的修正 它去优化它 而community 它是一个动态的 啊 它会帮助这个代码 往前进 不断的迭代 新的功能 不断的提高性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认为动态的 啊 一个能力啊 比当前静态的状态可能更为重要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过去与现在 那代码 它反映的是过去的一个历史 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成果 啊 但是community 我们一个好的社区 它意味着无限的可能 面向的未来 那不同的场景 不同的功能 那不同更强的强大的性能 对吧 这个都是 意味着无限的可能 那么对于过去而言 它已经产生了 代码已经产生了价值 那对于未来 对吧 它可能这个开源项目 所可能产生的价值 是无可估量的 基于这些 我们啊 所以给出了一个口号 叫做 community over code 这个慢慢的已经 在开源界被广为的流传 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 community over code 但是这个并不代表 代码不重要 它也不意味着 我们的这个核心的 这个贡献者 不应该专注于写 伟大的代码 写好的这个功能 或者写好的这个性能 因为这个代码本身 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开源项目来说 如果它的代码质量不好 或者它代码的 背后所反映的 这个产品的性能 开源项目的性能 或者功能有问题 那我觉得它可能 不会有多少的用户 不会有多少用户 刚才看到我们的 这个community组成来说 可能我的用户啊 贡献者 可能也不会聚拢到一起 所以完全不是说 community over code 并不是说 代码不重要 而且这个代码 我们还是需要 非常仔细的 这个种进行code review 并不是说 我们不重视代码 而是说 我们重视代码 但是我们更重视代码 背后的 这个社区的 这个构建 首先 我们因为这个 演讲 我们叫 叫这个社区UE代码 在不同的基金会的 一些实践 我们首先来看看 这个 最大的这个开源 是全世界 最大的开源基金会 阿帕奇 它的一些情况 首先 对于阿帕奇基金会来说 它是由超过700名的 这个member 所组成的 这样一个基金会 那么同时呢 它里面有 这700多名的member 它会选举产生 它会选举产生 9名的board 这9名board 大概管理着超过 200到300个项目 当然它这里面有 有成千上万的 这个核心的贡献者 committer 在里面 以及 数以10万 甚至百万计的 开发者 开源的开发者 在这个后面 那同样呢 这个这些 board选举出来之后 就是董事选举出来之后呢 它会产生一些 这个officer 这个officer呢 它就会管理日常的 这个基金会的 这个工作 但是呢 它管理的基金会工作 跟每个项目 它实际的 这个治理 它是分开的 每一个top level project 就是顶级的这个项目 都会有一个相应的VP 向这个董事会 来季度听的汇报 当前项目的状态 然后呢 这个项目呢 它是本身是一个self governing 就是自我治理 自己运营的一个方式 由这个PMC 来去进行治理 而这个治理呢 包括两层 还有一层呢 是committer 做治理 committer是进行一个 代码方面的治理 然后PMC呢 进行一个项目方面的 这个管理 这个就是整体 对于apache的基金会 它的一个管理方式 就是基金会的管理 与项目实际运作分开 然后对于项目来说 有最大程度的授权 就将给PMC 来去整体进行管理 是这样一个组织架构 那么对于apache way来说 就是apache way来说 它也反映了我们的 很重要的community overcode这个理念 这apache way 在实践当中 所总结出了这么 几条精华 它是一个重要的这些原则 其中包括精英治理 或者叫闲能治理 就是我们认为 在社区里面 通过提名 通过基于贡献的 这个提名 然后进入到 这个项目的治理 或者代码的 这个审核的 这个权限 都是要通过 实在的贡献 以及个人能力的体现 代码的方式体现 才能得到的 然后同样呢 我们非常重视 community的精神 community的 这个沟通的方式 文化的构建 等等 同时我们重视 open 就是开放 开放度 以及这个项目 相关的这个透明性 所有的这些决策 要求在这个社区的 邮件列表里面 来去做出来 包括我们的共识 其实就很多的时候 社区的所有成员 他是不必要通过 是要不必通过投票来方式 而是有一种追求 共识的方式 来进行一个决定 那同样呢 他还有这个apache 还反映了所谓的 这个基于信任的 一个代理制度 就是包括董事会 授权PMC 他是基于这个信用的 一个信任的一个代理 他们相信 pmc会为这个项目 一个最大的 最大的利益 来去进行一个 有利的发展 那同样 pmc 以一定的维度 来选择 其他的pmc 接纳 其他的pmc加入 或者接纳 其他的committer加入的时候 也是基于他历史的 一个贡献 同样 这说明 我们每一次 在进行代码的 这个提交工作 或者贡献工作的时候 其实都是在给自己 挣一些相应的 这个trust 或者是一些信用分 同样 apache way呢 意味着 很多的 就是说 他要基于这种 志愿者的 这种基础 而不是通过这种 社区中的 这种使 这种使力 这种命令 或者是这种 从上而下的 这种 这种 推动 而是更多的是 每个人 每个志愿者 他主动去 承担一部分的工作 同样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 他是 对apache way呢 他是接受 个人的这种参加 和贡献者 那同样对于 相互的尊重 每个贡献者之间 他是鼓励提倡 互相尊重 同样 如果大家都是 项目相应的 这个pmc 或者是committer的话 他会有一个平权 即使大家的 没有谁比谁的话 分量跟总 大家都是 一人一票 同样的 在投票当中 都是同样的一个重量 这个是 apache way的 基本精神 可以看到 在apache way 他就完全 基本上完全是围绕着 对吧 在整个社区的活动中的方方面面 如何构建一个 有活力的 互相尊重的 这样一个社区 而去定义的 一系列的原则 所以整体 apache基金会 它的governance 它的治理 是一种基于原则的 这种项目自制的方式 来去管理 那同样 我们以hadoop这个项目的一些实践 来聊一聊 那apache hadoop这个项目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项目 它其实开始开启了一个时代 就是大数据的时代 在十几年前 就已经敞开了大数据的大门 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对吧 hadoop这个项目 其实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大数据的另外一个代名词 同样 即使到当前为止 它仍然是在全球范围内 有广泛的使用 它的存储系统 hdfs仍然是在大规模的文件系统最稳定 可能存的数据最多的这么一个文件系统 同样 它上面的资源调度系统 可能是对上面的大数据的这种计算 各种计算框架 适配的最好的这么一个调度器 同样它孕育了一个广大的一个开源的大数据的这个ecosystem 包括像HBase Hive Spark Flink 等等等等的项目 都在它的一个大伞 或者它的一个大的一个开源生态之下 那么对于Apaq项目来说 它是怎么去管理或者治理的呢 其实按照刚才Apaq的基金会的一个整体的治理方式 它是有对吧 一个PMC组织 大概有超过经过15年以上的这个积累 它现在已经有超过100名的这个PMC群体 这个PMC群体呢 负责对吧 对于核心贡献者Committer以及新的这个PMC进行的这个提名和选举 那同样呢 在这个PMC里面 它会决定通过公开考 通过这个讨论的形式来决定这个项目整体的Roomap和它的这个发本 同样呢 有一些关于法律上的问题 商标上的问题 包括这个资产权方的问题 也会在里面讨论 甚至包括整个项目的这个管理 对吧 一个进度 包括这个项目的这个feedback 都是在这个 整个PMC群体里讨论 当然对于项目的这个 还有很多项目的实际的技术的细节 其实是整个 是一个公开的邮件列表 一般来说是有user或者developer 这样的邮件列表里面去讨论 那这样一个100个组成的PMC 实际上它是负责了这个相当于人项目的重要项目 重大事项的一个决定 那对于除了这个100个PMC之外 可能有超过170名的这个committer 他们呢是负责什么呢 review review这个提交的bug 或者提交的这个design doc 这个设计文导 或者提交的这个代码 他们会负负负review 因为这些committer大家会认为 他对代码的方方面面 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所有 但是这些committer全集合在一起 我们是可以把这个项目的整体这个代码 维护的维护起来 然后同样的 他对于这个分支branch的这个management 这也是在committer的直线范围之内 然后通过review 通过一定的这个review的process 他可以选择对吧 就是合入这个patch 或者他给一个manus1 他觉得这个项目这个patch不好 他要可以给一个 他可以拒绝合入 但是要给出一些理由 给出一些意见 给出一些改进意见 这个是他的权利 包括在发版的过程当中 committer也做了一个 可以帮助协调 可以成为 可以自愿 通过自愿的方式 成为这个项目的release manager 成为这个项目的release manager 他就可以推动 一些发布上面的工作 在这个基础知识之下 其实是有对吧 数以千计的贡献者 进行一个贡献 有超过对吧 350万行的这个代码 在这个十几年的时间 去累进行一个累计 也超过了这个5万个issue 有开出来 各种各样的问题 bug feature request等等 都在这里做了一个积累 有超过290个branch 就是很多很多的分支 这里面包括一些大的 叫major release 大的这个版本 就是也包括一些小的版本 minor release 还包括一些maintainer release 就是说维护这个版本 还包括一些feature branch feature branch 就是说我有一个大的feature 但我不想影响主干 我放在这部分里 所以看到他有非常活跃的 这个branch的这个分支 那同样我们看一看 这个patch hadoop 他的刚才说到很重要 对于项目很重要的一个管理权 或者治理权 是在他的代码的治理 他是通过committer这个机制 来去进行一个管理的 那他的这个committer的这个管理 实际上也反映了 对于community的一个重要性 首先这个是这是在自这个hadoop 他本身的wiki说如何成为一个committer 其中他说了很多的能力 就是说你要有一个长 他给一个对一个就是开发者 加入hadoop社区的开发者来说 他有一个有一个预期 就是说可能这是一个long process 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而且他提到了不仅是说 你要就是说不仅说要要写代码 可以能写代码很好的代码 不仅是这个要求 对吧 而且呢 要去写好的测试代码 包括写好的这个document 对吧 因为光写代码不写测试 不写这个文档 可能这个代码 可能不能被其他人更好的review 或者被其他人更好的maintain起来 那同时呢 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他要展现出 你能够很好的 work with the rest of team 就是跟其他的人 能够很好的合作 这个也是我们认为这是社区的精髓 就是你在这里面除了贡献你的代码之外 其实你是在跟社区中所有的成员 在一起的互助合作 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你的合作的精神 合作的能力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同时呢 他也说了 很多就是不要做的事情 或者是不要期待的事情 比如说很快的就是得到这样一个committed的状态 只是说你提提了一些这个patch 这个可能还是远远不够 还要更多的还要看你去跟对吧 别人是怎么其他的社区的其他的人是怎么样去互动的 怎么样合作的 他说了很清楚 it's about trust 这是关于信任 那这个信任基于对吧 你的代码所写出来的quality 还有你的自己的这个技术的这个视角 对吧 通过你在这个通过你在社区的这种活动 所体现出来的你的能力 这是一个综合能力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看 对于开放原子 开源基金会 那community over code 这个原则是怎么体现 首先对于开放原子基金会而言 我们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开源基金会 刚成立一年多一点点 那当前我们的状态呢 是首先开放原子基金会 它的整体的基金会的管理 和项目的这个governance项目的治理 也是分开的 这个点跟刚才我们看到的 达巴基金会 包括后面我们会讲的Linux基金 LFAI的基金会 都是一致的 然后这个项目呢 是由每个项目 它自己的这个working group 它的工作组 或者是它的PMC来进行管理 那么TOC作为技术监督委员会 它要站在技术中立的立场 它的主要的职能范围是为项目的整体的这个 它的这个孵化流程来去负责 这个包括两端 一个是进入孵化流程 一个是从孵化的流程当中毕业 然后呢 有一点很重要的是 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公布的项目的这个孵化项目的这个毕业标准 这个毕业标准呢 会牵引所有的项目 所有的孵化项目 对吧 它走向一个叫community centric 就是说以社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方向 我们有在这个第一版的这个毕业标准 这个里面 我们有设计到代码和文档的一些规定 规模化的规定 设计到一些process 也就是流程 包括一些license copyright 我们的许可证 我们的这个著作权 关于质量 关于release 关于发布 关于社区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甚至包括如何达成共识 如何保持一个独立性 如何就规范了 规定了这个项目的这个maturity 或者是成熟度 都有一些相应的规定 其中这里面对吧 有标实框的部分 就是这 比如说类似于process release community independence 这些标了实框的部分 还包括conscience building 其实这些都是跟我们的社区 跟我们的社区 有直接的关联 关联 里面有很多的相应的一些条目 我们打开来看 比如说 我们的在这个开源 这里面有一个 就是开源社区 community 这个部分 这里面有很多的规定 实际上都反映了我们 这个社区 优异代码 或者说我们车重于 就是构建一个 强大的社区 优秀的社区的这么一个实践 其中有一条 第一个就是我们 就是在这个社区的构建 构建过程中 对吧 我们是要一个respectful manner 就是我们要 有很 要是一个本质 一个相互尊重的一个原则 然后呢 我们后面还 还讲到这个社区呢 需要是一种 meritocracy 就是闲能治理 闲能治理就是让 做出了实际贡献 并且在这个贡献当中 反映实际能力的人 对吧 承担更多的责任 有更多的权利 承担更多的义务 包括这个社区 要基于共识 要基于他的member之间的共识 来去做这个决策 而不是 像这种 仁慈的霸权 仁慈的独裁者 是不受欢迎的 包括我们 在这里面还有强调 就是说对于用户的这种 问题 我们要去积极的去回答 然后他要有一定数量的 maintainer或者committer 来去维持维护 项目的活跃等等 这些都反映了 都反映了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这个项目 如果在开放原子基金会 看项目如果要毕业 成为一个top level project 或者是一个成熟的项目 他首先很重要的一些点 就是他要构建出一个 一个强大的一个社区生态 就是community 那同样呢 我们在整体开放原子的TOC工作 当中我们是实际上是一个 技术的管理 技术的治理的这样一个事件 我们也是本着去构建一个信任的 一个社区的这么一个理念 来做的 实际上对于开放原子而言 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挑战 第一个首先我们在 这是中国第一次构建一个 开源基金会 这是一个新生事务 虽然很多人都是来自于其他基金会 但这是一个新生事务 第二个呢这个开放原子基金会呢 他这些公司的这种会员制 他事实上很多呢 Sponsor之间 他是有一些近和的关系 叫cooptition 他既有合作 但实际上他很多在 他的商业的视角上 他是一个很强的一个竞争的关系 那这样的一个关系 复杂的一个环境 近和的一个复杂的关系 如何协同起来 一起为基金会 为这些开源项目而努力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么在我们的实践过程中呢 我们本着三个重要的原则 第一个就是 公平以及共识的原则 我们整体的这个TUC的驱动 对吧 很多时候是通过会议来驱动 我们通过这个 罗伯特的这个意识规则 确保所有的 呃成员都能够平等的发表 他的相应的意见 同样呢 那这样也可以保证 我们整个会议的议题的这个高效 这样的话 大家能够尽快的达成这个共识 同样呢 对于在这个投票权里面 我们本着一个平权的原则 虽然我是主席 但是在投票方面 大家都是平等的 一人一票之 那第二个重要的点 就是transparent 也就是所谓的透明 透明的原则 那对于透明的原则 就是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 我们在TUC的各项工作的当中 我们是有一些rules的 那这些规则都是 就是非常明确的 而且是可以公开去讨论 以及公开做决策决定或者决策的 没有所谓的潜规则 或者是其他的规则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每双周会有一次TUC的例会 那这个TUC的例会会决定 关于项目或者关于治理的一些决定 这些项目 这些决定 这些最后的结果 meeting的开会的结果 都会对这个公布给这个公众 第三个重要的原则 就是技术中立的原则 我们有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我们所有的decision 我们这些member 这些TUC的member 虽然每个人都有各自的employer 都有各自的employer 但是我们的在这里面是投票 或者是我们的言论 我们都是代表一种技术中立 我们是为技术说话 我们是代为这个开源项目 或者看社区来去贡献自己的能力和意见 那我们再看一看 Linux基金会旗下的这个LFAI and data 它的一个一些实践 首先对于这个LFAI and data而言 它也是两层的这种组织 第一个呢 就是说整个foundation的这个governance 它是有governing board 就是它的有董事 就是治理董事来决定的 同样在这个治理董事下面 它有一些outreach 就是说 对于这个marketing 对于这些外部的媒体 它是一个触打 还有legal团队 有一些strategy 就是负责整体的战略 包括一些budget的管理 这块都是它的相当于基金会治理 它的层面所操心的事情 还有一块呢 是重要的是它的这个技术 技术上的一个coordination 就技术的一个合作 包括它有TAC 就是技术的也是类似于技术委员会 然后这里面 它下面形成了几个大的工作组 包括这可信AI 包括这个machine learning 就是机器学习的这种工作流等等 有几个相应领域的工作组 那同样呢 它也是基金会的政理 或者是技术的导向 与实际的这个项目自制 它是有相应的一个分离的一个操作 那么实际上它自己就是说 大概也承担了几十个项目 再往前推进 那这是一个它的整体的 架构 治理架构 在这个基金会 那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 在这个LFAI and Data这个基金会 非常重要的两点 一点是它非常重视 整体的这个landscape 就是在AI领域 在Data领域 虽然它旗下 对吧 只有20 30个项目 但是它能看到 整体做在大数据 做在数据 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开源项目 这些其他的开源项目 都是一个重要的生态的伙伴 上下游的伙伴 所以在它的这个版图里面 它的community的概念 还包含了很多 对吧 我们技术上的上下游 所以在这个角度 它非常重视 我们这些项目 在LFAI里面 如何跟其他进行一些 关联或者合作 同样一点 就是它的insight 就是它有很强的工具 就是insight 它会不断的monitor 我这个项目相关的一些指标 这些指标包括我的贡献者 我的贡献度如何 对吧 我的实际提交的这个代码如何 包括我的 有这个 有多少个这个repository 等等 它这个数据 其实背后反映的是什么呢 是community 它的一个活跃度 它有多少 它有多少的人 在背后 在为这个社区 做贡献 这个社区是否活跃 是否持续的增长 更多的人聚拢到这里 还有一个工具 很强大的工具 insight 来进行追踪 管理 然后呢 对于这些 刚才也看到 就是它又通过 通过这些数据 收集上来之后 它会有很明确的维度 去看旗下的这些项目 那一个视角呢 就是按照代码的视角 来去看 这个它组织了一个 象限图 包括 对吧 这个commiss的数量 包括lines of code的数量 这个反映了代码 或者它的这个代码的size 或者这个项目的代码的 这个 它的这个 大小 或者一个项目的代码的 这个规模 或者工作量 然后第二个维度呢 就是跟 跟我们的社区 非常相关 它一个是看这个 在github它的热度 它的star是多少 反映了 就是用户啊 或者是对这个项目 关注 这个初级的 初步的这个关注者 它的一个 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有多少的核心啊 多少的贡献者 对吧 贡献到了这个社区里面 对这个为这个社区添砖加瓦 对这样构建出来的一个呃 象限图 那么呢 很明确的反映出 把项目的实际的这个活跃的情况 所以左边这张图反映了代码的呃 一些情况 右边张图反映了社区的的这样一个情况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呃工具还是很方便的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了呃三个基金会啊 包括阿帕奇基金会 包括开放原子基金会 包括LFAI各有啊 不同的实践 阿帕奇基金会 它是通过对吧 很强的这种 阿帕奇无畏的引导确保啊 我们阿帕奇的下面的所有的项目啊 都有一个很强的原则 然后开放原子基金会 我们在这个毕业标准 用毕业标准的方式来去引导 包括我们在各项的DOC的工作 把我们贯彻这种community的一些精神啊 来去指定指导我们工作 然后LFAI基金会 在这个嗯 刚才说到的之外 它还用一些技术手段啊 来保证这个我们社区导向 或者说社区指标的一个牵引 那实际上 虽然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的实践啊 有很多的这个 Greek community已经 标的出来 用不同的这个practice 但是这个practice背后可能 遵循的逻辑是一致的 但是呢 这个世界仍然不是这么的这个完美 有很多的这个 还是有一些障碍 对吧 就是阻碍 在某些项目或者某些社区 持续向前发展 比如说啊 对于文化 对于文化 还有这个语言的一个障碍 那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一些主流的项目 对吧 只能用英语就进行沟通 那对于很多母语 可能不在这块的人来说 可能对他们而言 这是一个动大的障碍 因为你在社区里的communication 你的投票 你的代码的review 你的评论 对吧 甚至包括一些社区的规则 可能这些 你都会比较难去参与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还是有些项目 会有这个所谓的BDFL的现象 就是人词的独裁者的现象 不管这个人词独裁者是一个人 还是一个公司 对吧 他试图去控制这个项目 不管他出于好意 还是 还是什么 那多多少少 这种方式 都会限制 都会限制 更多的人 贡献更多的智慧 到这个活跃的这个社区里面来 然后第三个 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包括这个社区 可能有可能会分裂 对吧 有些开源的项目 还会一些分裂 然后 因为不同观点不同 大家分档扬标 fork出了不同的版本 通过这个license的变更 对吧 或者是一些社区成员之间 发生了一些 根本上的一些不同 但是我们认为 只要我们相信 这个community 的一些原则 而我们相信这个条 就是community over code 把这个原则放在最前面 相应之前提到的几个困难 我们都能够一一的克服 第一个 语言还有文化的障碍 对吧 我们可以 语言的障碍 我们可以通过更新的一些技术 包括 一些翻译的软件 包括我们对于 外语 它的一个能力的掌握 我们都能克服 第二个问题 如果我们 所有人都相信community 我们相信这个社区精神 那所谓的BDFL现象 可能也会消失 然后第三个 在社区分裂之前 在社区被fork之前 我们就大家所有的人 对吧 协同起来 因为有一致的community的原则 而在一起 最好的方法 避免分裂方法 就是说我们不分裂 在这之前 我们就团结起来 所以只要我们秉持着 这个community的信仰 那我们对于open source 的未来 其实是一定是光明无比 这是我今天的发言 好 谢谢各位 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